神明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从心里面做 再来 行为改变 认一下 多慈戒 多布施 我想各位澳洲人算有福报了 为什么 过去慈戒 什么叫慈戒 不乱丢止血 守规矩 这个叫慈戒 布施呢 他们愿意帮助穷人 救一些可怜的动物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做 那佛教告诉我们 不杀身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不喝酒 叫慈戒 再来呢 布施 要消失父母 要护持三宝 要帮助贫穷 你会有福报 所以那你就可以投胎做人 或是升天 我们学佛有三个目标 你讲人天福报 什么叫人天福报 现世来世快乐 健康有钱 有房子有车子 没贷款好不好 先生好 太太好 子女孝顺 这叫人天福报 第二个 你讲解脱道 除了有人天福报 希望解脱生死 轮回苦不苦 苦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一百岁都让你不生病 一百零一岁得癌症 那你也不要 而且死后有轮回 所以各位出家人 之所以出家就叫脱离生死 但是各位记住 贪嗔吃三毒心不消除 六道轮回永不停止 记起来 轮回来自于你的内心 有贪心 贪心会做鬼 嗔恨心会下地狱 愚痴的人像动物 贪嗔心三毒 所以出家人守戒律 修禅定 开智慧 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为了解脱生死 这个叫中世道 修行的基本目的 但是佛陀 这个说还不就近 就近的佛法是什么 来 普渡众生 同臣佛道 成熟有情 庄严国土 要让所有六道有情都离苦 叫成熟有情 没谈成词吧 要把世间所有国土法界 都变成净土 这叫大乘佛教 这是修行最高的目标 但是你要达到这个最高的目标 不能够离开 念一下 人天福报 解脱道 以这个为基础而发起 菩提心 叫什么 行菩萨道 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 我特别提这部经 因为华严经就是讲菩萨道的过程 当然各位要看妙法莲华经 怎么样行菩萨道 也要看地藏经 相信六道因果轮回的道理 要看金刚经 菩萨心经 思维空性 空不是没有 这个花是暂时的 是组合的 所以花的本体是不是空性 但是你要找空不是没有 存在的本体是空 因为它是暂时的 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花 人 麦克风 今天的法会 都是无常的 在变化的 而且是无我的 为什么 它只是因缘时间结合 就像水 水你给它放在那边 它一定会蒸发掉 水不是永恒的 爱情不是永恒的 它有它的因缘 对不对 凡事都一样 生命也不是永恒的 无受者相 所以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这个叫禅 所以凡事存在的都会变化 凡事存在的都没有单独不变的 可以主宰的实体 凡事一切感受最后都会痛苦 佛跟我们讲这个真理 所以你内心要了解这个 叫涅槃极境 被四个记 来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那各位你要去思维 你千万不要说 结婚 他一定会跟我白头偕老 不一定 搞不好你先搞万语 因为会变了 凡事一切存在的都会变化 这一点你要抓住 所以什么叫修行来 接受变化 接受无常 好不好啊 再过二十年大家照镜子 我老了 再过二十年大家推轮以来 有些已经把骨灰放在佛室了 你要相信 天天都在变 但是现在很多人 不相信变化 执着 你一定要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一定要永远享受这个快乐 千万不能有这个想法 你有这个想法就是鱼吃 你会很痛苦 不可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 天上的鱼 没有一刻不再变化 做个实验好了 来 各位指甲拿出来 看一下 请问他有没有在变 看是没有 但事实上 一两天你就要剪掉 你的头发 你的指甲 你的一切 你今天早上吃了馒头 晚上又去厕所 又放出一颗馒头 你死了 它一定要变化 产生能量 排出废物 你是吸收里面的精髓 你知道吗 这一点各位要随时提醒你自己 你就不会有压力 我今天做事一定要赚钱 不赚钱不行 那是痛苦 知道吧 你能够接受变化 没有压力也去做 能够赚钱 那是我的福报 不能赚钱 那是我的业障 你想一切随缘 请问这样做会不会做得很好 没有压力才会做得很好 你有压力 你很执着 老公 你朋友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要离开我 对方一定跑掉 跟你在一起压力好大 因为你把他给推走 你给他压力 了解吗 你会跟你在一起一点 我就好好的爱护你 哪一天你不要我了 电影看完再说 我可以接受 你要告诉你这样 结果对方跟你在一起 永远不想离开你 为什么 跟你在一起多自在 没有压力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是你把对方推走了 这样你了不了解 因为你给他压力 任何有压力的事情 就不会成功 唱歌 打麻将 做事业 你有压力保证你输的 因为有所求的心态 所以各位要学习 禅 就是这个意思 心要平静 接受 心平静 接受 却充满爱 你打我 我也爱你 你爱我 我也爱你 因为佛陀叫 你也叫大悲三念 你尊敬佛陀 佛陀一样对你慈悲 你不认识佛陀 佛陀依然对你慈悲 你伤害佛陀 佛陀依然对你慈悲 这个叫什么 来 学佛 各位有没有在学佛 有些人进来就拜拜拜拜 拜完以后 师父我跟你说 我朋友钱不还给我 我说你刚刚拜拜了 重新拜一下 你拜学佛把这个头放在地上 就是尊敬佛陀的一切 尊敬一切众生 那你拜完 你还来讨价还价 问题出在你身上 因为你不接受对方 所以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刚刚讲了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心交给阿弥陀佛 我交给本师释迦牟尼佛 愿不愿意 愿意 太好了小朋友 你 你 那愿意就没问题了 佛法无边交给你 世间演戏演一演 但是就是你跟他计较 佛啊我这么认真 你为什么要这样 那错了 因为你的问题 佛陀告诉你方法 但佛陀没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这个方法教给你 放下 祝福对方 明天你要找人谈判 他可能会给你做生意 可能不做你 你很担心 佛陀教你怎么做 先对他慈悲 今天晚上在佛前为他供个水 供个灯 为他念念心经 回向给他跟他的祖先 他的冤心在主 请问你对他的祖先冤心在主这么好 明天他看到你会不会对你好 很简单的方法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自私是痛苦 我不是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但是我愿意 虽然我要赚钱 但是我对你很好 他自然会回馈你 我想这个是佛教告诉我们 从工作里面得到快乐 工作是一种奉献很快乐 而不是为了得到去工作 你是做面包了 你是做电脑了 你是搞建筑了 你是搞电脑的 哪怕你是扫厕所的 我把厕所扫干净 希望人家都不要拉肚子 进了我扫的厕所都没有痔瘡 你跟他回向 那么我观世音菩萨 你扫厕所快不快乐 人没有贵贱 只有心有贵贱 你千万不要认为扫厕所很丢脸 你千万不要认为做总经理高高在上 事实上他很黑的 所以你首先你要先接受你自己 接受你自己 像我们今天去水族馆排队 哇有一个两百三十公分的大家 师傅那个几公分 我说你不会自己去问啊 不好意思问啊 大家一猜两百一两百二两百三 然后进到水族馆里面 我前面有一个个子很高的 哼一下 你看高的人好在我们叫不到 各有好处你不要羡慕人家 心高最重要心白最重要 所以佛法是一种超越自己 如果你懂佛法 你没有烦恼 你懂得解决自己 了解吗 我刚刚后来讲得癌症了 啊 消业障 这是我过去杀生赤若多啊 所以我多拜佛啊 这样就好了 我忏悔 那为什么会怕 因为我有我子啊 我怕生病怕死啊 原来得癌症让我了解 我这个人太执着我自己了 了解吗 他执着我的身体跟生命了 生起惭愧心 视为空性 第三个才是我们要生起的心态 生起大悲心 哎呦 原来这么痛 哇 全世界得癌症能这么多啊 我以前都不了解 他这么痛 而且呢 那些因为癌症而死亡的人 更痛苦 而且因为得癌症 他家里全家里就这么痛苦 哎呀 值得我同情 所以你得癌症要生起三种心态 你一下 惭愧心 解脱心 大悲心 那请问癌症能不能让你成佛 这是你要不要而已 健康可以学佛 得癌症可以成佛 有钱可以成佛 就像我为什么要出家 我提悟到一个道理 我以前很努力的做生意 读书 买房子 不会开车 也要买车子放在那边 面子问题 名片上到印尼大队 后来我去 有一天心情不好 去寺庙 坐在那边 然后有一位和尚 他是读博士 来我们台湾读博士 拿一本书给我 一打开 这是我的因缘到了 我看到那个字 出家 是出离自我欲望 金钱 感情 占有的家 成为世界的自由人 我当下 真想哭 我忙了老半天 我把自己 关在奴隶里面 监狱里面 我要成为世界 结果我在执着 我的公司贷款 什么时候换 我的感情 我的子孙 我的地位 因为是我把自己 盖一个监狱 关在里面 人离自己越来越远 以名片上的抬头 来成为世界的奴隶 我失去了自己 我是会长 我是董事长 我是美女 我是博士 活在别人的世界 是不是迷失了 所以叫离自己 越来越远 什么叫禅 来 找到自己 找到自信 你本来的面目 一心念佛 找到自己 请问各位 心里有没有佛性 一心念佛 就是把阿弥陀佛的心 放在你的心里面 用阿弥陀佛的心 去爱别人 好不好 就是这个意思 观音菩萨 今天别人对不起你 我赶快念 南无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用爱 去爱你的敌人 慈悲没有敌人 但是千万不要利用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念一念 把我老公找回来 把我的钱要回来 那这个不是在念佛 念佛要用佛的心来念佛 要用佛的思想来念佛 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办法讲很清楚 但是我认为各位 不是猛龙不过江 已经来到澳洲 一定是很聪明 想要追求快乐自由 快乐自由不是换地方 换一个心态就OK了 心安处处安 心不平安 让你住在最有钱的地方 你还是很痛苦 残 讲的是当下的快乐 所以我现在问你 有没有人对不起你 只有你自己对不起你自己 是你用贪嗔痴造业 在念是烦恼 造业 所以受苦 因为你的我质 贪嗔痴 生口意造业 所以你让自己受苦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要用空性 慈悲 不思 善良 来引导自己生口意 说好话 做好事 帮助别人 那你就快乐了 所以快乐与痛苦 当下一念间 千万不要再跟你儿子说 你都不听我的话 跟你老公一直天天 跟你老公一直抱怨 都是你害死我 然后把过错怪给别人 却把光荣要送给自己 这是没惭愧心 修学佛法的入门 念一下惭愧心 所以为什么跪下来 要把头放在地上 惭愧 然后惭愧以后怎么办 把自己的想法 用佛的想法 好不好 归命阿弥陀佛 归命观音菩萨 归命地藏王菩萨 所以各位你要看地藏经 看地藏经不是我读几遍 我读得做快 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地藏经读 四十分就读完了 我说我还认识一个二十五分的 你哪里快 但是各位我说那我看你读四十分的一点 也不像地藏菩萨 你还在吃肉吗 我说不还回答我 我说你读地藏经要像地藏菩萨 你念阿弥陀佛经要像阿弥陀佛 好不好 要把佛入心不在你读得多 禅宗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所以各位这个很重要 少林寺的重点 把佛的心放在你心里面 好不好 把观音菩萨放在你心里面 观音菩萨做什么 你做什么 这样就好 离开观音菩萨 我们有惭愧心 当你心里乱的时候 哪么观音菩萨 哪么观音菩萨 而且我再教各位 一样你要学的 当你有困扰的时候 你一直祈祷观音菩萨 他会在你面前 你眼睛闭起来 现在我教各位 来眼睛闭一下 观想有一尊观音菩萨的脸 你最好记其中一尊 你喜欢他的脸 甚至看到他的眼睛 有没有看到观音菩萨 那一尊就是真的 然后你问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我是东好还是西好 好不好 他会跟你说好不好 你会有个念头 你现在祈求 你儿子要去考试 你问观音菩萨 他考得上吗 他会给你一个念头 会跟不会 开始练习 很简单 心清静就好了 从今以后你没烦恼 问观音菩萨 问地藏菩萨 问阿弥陀佛 好不好 但是你要相信 你不能说 你跟他阿挥 你一定要说好 你不能说不好 不行 你要授权给他 观音菩萨 我那个男朋友也会爱我吗 会请点头 不会请摇头 我就跟他分手 观音菩萨就会跟你讲 你就放下吧 归命观音菩萨 简不简单 简不简单 你试试看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人 所以我没烦恼 但是动机很重要 我没有一个坏心 要利用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得到我个人自私的利益面子 我接受死亡 接受一切痛苦 我只是归命观音菩萨 祈求观音菩萨加持 观音菩萨不可能伤害你 但是如果你心乱了 请问心一清净 菩萨的脸会不会印在上面 这很简单 一起念佛 佛百分之一百加持 生命痛苦的癌症 阿弥陀佛都可以带你去极乐世界 只要你相信 那我要各位多练习这个好不好 五分钟坐下来 眼睛闭下观音菩萨 闭上菩萨 看你哪一尊 你喜欢度母 你喜欢四倍观音 那你 然后呢 授权给对方 好不好 交给对方 因为我在天主教堂 我经常看他们的祈祷 我有很多基督教的朋友 参加说 上帝跟我说 奇怪 上帝怎么没跟我说 原来我们信仰书他 他相信上帝跟他说 上帝有个声音跟他说 所以我就 那我要回来 观音菩萨也会跟我说 何况我出家了 因为我相信 我绝对不怀疑 我接受他的安排 各位 这个很重要 当你全然的相信三宝 皈依三宝 你就没烦恼 而不是 这个叫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以信心愿力为基础 所谓解脱道 我要用我自己的努力 天天打坐 消除贪嗔痴 正的阿罗汉 等他正的阿罗汉 还会骄傲 我正的阿罗汉 我要断除贪嗔痴 但是各位 你相信佛法 无苦即灭道 一剥了菠罗蜜 你只要放下 清静 接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定是加持 所以我叫各位 你的儿子最近打电动玩具 要不要烦恼 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去看看他 他就OK了 断线了 但是你首先不能烦恼 你一烦恼 他更烦恼 因为是你让他烦恼 对儿子 对老公 对太太 对身体 好不好 今天你生病了 你要找哪一个医生 你不要急 越急 越出事情 念药师佛 念观音菩萨 他会找一个最好的姻缘 最好的医生 给你最好的药 刚好医治你 好不好 因为那个医生就是观音菩萨 但是我还是要讲戒律要守好 你持戒了 你相信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进入 这个叫大秤 普门品的重点 只要你归命观音菩萨 你相信观音菩萨 一切能不能苦离苦 能除一切苦 这一点 我发觉很多人还是怀疑 我也发觉很多人 利用佛教达到个人自私的目的 所以你没感应 因为你不是佛教徒 你只是接近佛教徒 利用佛教达到自私的欲望 而且是错误的 让我做会长 让我做有钱人 那不行 随顺因缘 我们相信因果 我今天没钱 那是因为我过去没布施 甚至欺骗过别人的钱 所以我好好忏悔 那我好好忏悔 观音菩萨会引导我一条路 我这辈子感情不快乐 是因为我过去也欺负过别人的感情 破坏过别人的家庭 所以那我现在忏悔 我念观音菩萨 你有忏悔 佛陀讲了 三千年的黑暗 一忏悔 一灯能灭三千年暗 你有没有忏悔 你不会再犯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 忏悔是你决心不再犯 然后你一子三宝 该做的去做 去修行 一切都可以改变 简不简单 包括生命的问题 包括众生生命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地区火灾 烧死了二十个人 每天都有很多众生被杀 祈求地藏王菩萨 祈求阿弥陀佛 都可以超度他们 可不可以 我都试过 台风要来了 赶快祈求观音菩萨 台风呢 让他由大化小 而不是吹到别的国家 不要太狠了 由大化小 变成凉风 台风这样转 我就这样转 噩里不咬 噩里不咬 他就OK了 哦 原来我们心灵的力量大不大 所以念一下 若能欲了知 三师一切佛 应观法界幸 一切为新造 地藏菩萨说 你懂这一句话 永不下地狱 因为地藏王菩萨 永远在地狱门口念出这句话 让对方了解 他就超度了 心改变 一切改变 所以一切为心造 所以你希望创造世界好 那你要有好心就有好报 好人好自己 慈悲心的人有福报 善良的人有福报 原谅别人的有福报 但是就是不要称恨别人 看不起别人 伤害别人 不要人去屈负动物 好不好啊 各位你现在还没有吃素 那至少要有惭愧心 当你拿到一块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你去净土 用一个善良的心超度他 当你必须煮肉给你先生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不好啊 先给他给超度了 以后你老公就不太喜欢吃肉 因为他天天在阿弥陀佛 你帮他炒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用一个善良的心 当然哪一天你心态到圆满了 到一个阶段了 你就不想要吃肉 因为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人或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因为你要相信因果 所以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我把我的心 很多人说我没有钱不施 各位 我拜托各位 每天拿一瓶水 拿来 跟我练 来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佛 消除恶业 六道清凉 释迦牟尼佛说了 因为澳洲缺水 现在 水有巴德 你用这个水供养佛 这个变成阿弥陀佛的八功德水 以阿弥陀佛的八功德水 供养十方佛 十方法界众生 消除恶业 滴几滴出去 众生的恶业消除 六道 天道 包括第一轨道 得到清凉 所以佛陀说 用一杯水供养佛 回向给恶轨道 一杯水可以超度八万四千个恶鬼 念一下 恶鬼升天 咽口鬼可以升天 用一杯水供养佛 这个水叫法力 佛叫佛力 你的信心叫自力 念一下 改变命运的三个力量 自力 佛力 法力 再背词 自我功德力 诸佛加持力 法界缘起力 自我功德力 自我功德力 是你的悲心 信心 持戒不失 那诸佛加持力 念佛诵经持重 可以 法界缘起力 你要漂亮 多布施花 因为你让世界漂亮 会不会漂亮 你要有钱 要布施什么 钱 哪怕一块钱 所以我们用水 这个叫法力 因为这个水对鱼有帮助 这个水对恶鬼道有帮助 水可以让人家发财 水可以洗掉不干净 所以佛陀说 用一杯水供佛 等于念了一百万遍 发财重 重不重要 要供水 用一杯水供佛 等于念了一百万遍 消业障重 要不要洗业障 消除恶业 然后这个水一洒出去 那些鱼超度 那些恶鬼升天 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人类 回向给天道 所以我问你 有没有钱布施 水太容易了 澳洲的水还不用煮了 开了就可以喝 你就每天装个水 这样供养 好不好 每天你都要喝水 一拿起来 水有八德 供养十方 消除恶业 六道清养 滴起踢出去 再喝 好不好 这样就圆满了 三种力量 也圆满了 对佛的信心 对众生的悲心 乃至自己的智慧 所以我想一朵花言 像各位念阿弥陀佛 诵经都不要为自己念 今天我念阿弥陀佛 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当你念阿弥陀佛 十方一切诸佛 都变成阿弥陀佛 相不相信 一定的 因为一佛出世千佛父子 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念南无地藏王菩萨 十方诸佛菩萨 都变成地藏菩萨 这样 然后因为你的信心 所以地藏王菩萨 就融入在你的身心里面 或是你的心 或是坐在你头顶 随便你观想 所以你现在念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 有十方诸佛的力量 透过你的悲心 想的地狱道的苦 想的恶鬼道的苦 想的畜生道的苦 请问他们会不会得到 地藏菩萨的加持 这样你活得好有意义 哪怕我生命只剩下一分钟要死 阿弥陀佛 用这种悲心 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现在来带各位念 好不好 然后我们希望整个澳洲 中国中华民族祖先 包括各位身上的堕胎胎儿 都得到离苦得乐 但是呢要念之前 我要做一个前行 什么叫前行呢 就是让更多众生 能够靠过来 好不好啊 因为用食物啊 他们最喜欢 这个食物是不分宗教的 任何动物任何轨道 他们包括一只蚂蚁都希望有食物 所以各位你最好用面包啊 用牛奶啊 那他们最喜欢啊 但是都可以任何食物 只要素食的 当然你用肉 那罗刹鬼更谢咸 但不慈悲 所以那现在用这个食物 跟我念三个字 就是奥老虎 等一下会发给各位艺人一杯 好不好啊 还是现在发 你不要把那喝下去啊 里面一杯水里面 有七颗米 那各位平常你都可以这样做 一杯水 放七颗米 然后呢 念完以后 拿去外面的树下 没太阳的地方 不分时间 任何时间 水就代表所有的水 七颗米 代表所有世界的食物 好不好啊 做布施 特别你做生意的 开店的 多布施 对你有帮助 因为呢 懂得共活 一定要懂得下施 好不好啊 好 各位用你的右手 倒数第二支 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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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一点出去 每一滴水都变成光 比太阳还亮 他们全身就凉了 嘴巴就不会吐火了 来 开始点水 来 再来请地藏王菩萨消除他们的业障 叫灭定业真言 我念那么多你们不需要也无所谓 你只要相信 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放光 这样就好了 那我念的是灭业障咒 但是各位负责观讲 观音菩萨放出光 把他们的痛苦业障消除 Om Arolujit Sāb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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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念 普贤菩萨三妹耶咒 希望历代祖师大菩萨 他们决心成佛的愿力 这个誓愿的戒力 加持他们 所以他们深口语就恢复清净 Om Arolujit Sāb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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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各位用左手拿起来 跟我念三个字 以后就背这三个字 Om Arolujit Sābhah Om Arolujit Sābhah 这代表Om代表清净 A代表无量 Om代表他用得到 得到功德 Om Arolujit Sābhah 也把佛的身口语 清净的身口语 来转化众生不清净的身口语 叫Om Arolujit Sābhah 所以转化他们的身口语 他们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 念三遍 Om Arolujit Sābhah Om Arolujit Sābhah Om Arolujit Sābhah 那你要观想整个世界的 最好吃的食物 都在你的水跟米里面 整个太平洋 大西洋 所有的水都变成甘露水 所有的食物都在你面前 要布施给他们 包括无间地狱 包括二轨道 各位念一次 来 Nom Arolujit Sābhah Danai Do Om Arolujit Sāb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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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 Arolujit Sābhah 那现在要布施甘露水 各位要用倒数第二支要点七滴水 为什么七滴 来 念一下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然后面要点第一滴 父母祖先 元秦在主 堕胎胎儿 都在你这边 所以你记得后面点一滴 总共七滴 所以我先来念咒 然后大家负责点七滴 好不好 现在我要给他药 这一种香是要做的 各位 你吃的中药粉 我会可以布施一点点 好不好 胃痛的人布施胃药给众生 你发现你就不用吃药了 像我每天走到哪里都带感冒药 都一直问有没有感冒 替我吃药 因为我们相信因果 所以现在念药师咒 各位负责点水 好不好 水变成药师咒 水 这个香变成药师的药香 帮助众生 来 南无药师流离广如来 来 南无舀花室 毕萨师知愚 毕萨师知愚 毕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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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们回向给他 我听说叙利亚 土耳其 有一点冲突 那各位 我们听说香港 赶快和平 好不好 大家爱国爱家 就是你要用心 不要用对立 你用对立 它就越越越混乱 你用爱 你用接受 用特别用佛法 它会平静 好不好 人事物都一样 你要用想的 如果你不会念 你用心想 比念还重要 好不好 你心里相信 以后各位点香 要记住 香一点起来 有四个方向要圆满 等一下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神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冤心在主 然后再把这一支香 如果你三支 一直插在佛 一次插在祖先 一次去插在外面 好不好 就是要全部供养到 佛教讲空性 就是一心 就是一心到十法界 你对于十法界都要圆满 好不好 所以在那一支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特别女生有堕胎的 你如果不超度他 他会让你妇女病 腰痛 然后等你儿子慢慢长大了 他会附在你儿子身上 跟你关系会搞得很不好 因为你疏忽了他 但是你从现在开始 对他很好 对他很好 供水的时候 替他供两杯 三个小孩供三杯 三个杯也有再给他撒掉 你这么爱他 他会不会超度 慈悲就是超度 没有特权 不是说我师父听你念 师父没慈悲念满 老半天也没用 还不如你自己念 所以问题是 你有关心他 有忏悔 因为女孩子都有堕胎 你有对他忏悔 妈妈错了 爸爸错了 那时候没办法 甚至你跪在佛前跟他忏悔 完了以后 妈妈现在为你念三遍地藏经 经常为你点灯 希望你去极乐世界 因为你跟他忏悔 他就会接受你的功德 接受你的功德就可以超度 了解吗 如果你没有跟他忏悔 你干嘛附在我身上 你不赶快走 然后他就恨你 然后就会去伤害到你的小孩 破坏你的婚姻 破坏到你的身体 所以特别念一下 来 我向所有流产胎儿 自己之流产胎儿 虔诚忏悔 你负责忏悔 我负责念奏 你不你不你 你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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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身上开始有点痠痛了 膝盖痛了 腰痛了 有冤心在主了 那你要跟他忏悔好不好 那是你你你爸爸没学佛 你儿子没学佛 你做妈妈的替他忏悔好不好 因为佛法帮助他 所以来 附着身上 附着父母子女身上 各种冤心在主 动物灵 堕胎胎儿 无形众生 求佛加持 我今忏悔 同享功德 同生净土 好 再次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三神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恩阿佛 所有友情 鬼王菩萨 这个澳洲有鬼王 带眷属 有大蜥蜴 有大鳄鱼 这些王魂 我们都认同他的存在 对他很好 一起发菩提心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好 各位把水米放地上 他们已经喝到了 等一下 你们出去的时候 再把它带到外面 最好放在哪里呢 晚上没问题 白天如果有太阳的地方 就放在没太阳的地方就好了 因为众生怕太阳 阴凉处 任何时间都可以做 一杯水 一点点米 如果你家里可以擦香 再加三支香 不能一支香也可以 那你每天做这种慈悲的功课 你会觉得很慈悲 很快乐 命运会不会改变 因为佛陀说了 你用百千万亿黄金 去布施去造佛像 去供养所有出家人 那是有福报 还不如一念慈悲心的功德 佛陀说 你用一块小小的面包 布施给蚂蚁蟑螂鸽 鸽子 这些可怜的 包括无形众生 就是超过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念一下 慈悲才是供养诸佛 慈悲才是供养诸佛 对 佛已经不需要你做供养 那只是给我们种福田 但是佛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慈悲众生 所以你直接去慈悲众生 那佛更欢喜 所以我希望各位用水 用米 用一颗香 还是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好不好 念阿弥陀佛不要为了自己 往生净土来念佛 为受苦众生念佛 好不好 为澳洲人 为你看到的火灾 看到的车祸 死亡 为他们念佛 这个就是供养佛最好的方法 所以阿弥陀佛说 有人用悲心念我的佛 我请十方诸佛供养你 为什么 你真心在帮助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 他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慈悲 帮助众生 带着众生去极乐世界 所以你用悲心念佛 那就是在利益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在澳洲海很多 口袋放一些米 我们还做了很多素食的饲料 好香 就沉下去 鸟也吃 他们也吃 时时刻刻都可以 好不好 各位最好学我 去买一个瓶子 走到那里 每次飞机上问我 这是什么Hollywater 印度人快给我撒一下 把我带到后面 撒一撒出来 谢谢我 因为观音菩萨的甘露水永远不要断 好不好 走到哪里 你每天都有水 每天吃饭 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吃素 那碗饭也是素 对不对 饭拿起来供养 再捏一次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再主 然后就拿至少七颗饭 窗户打开 呼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在飞机上坐飞机 也是这样 那块面包也是素的 拿起来供养 捏一块 往椅子下面 呼 利益众生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宙式 因为他们拿给我很多都是婚 有些冲算 我都放在那边 我也念 念完以后整个供养它拿去就好了 好 我们会念一个司禅食咒 最主要是悲心 我是念给整个飞机的人 不是管我自己 那飞机所飞过的地方 是非能力的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省望飞医师 政客穿这手部是非常重要的方业措施 可以保护我们 偏便因为手部接触到病毒 所以来感染疾病 在外面不方便丹小手的时候 可以使用 酒精含量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的 大小手産品 来成格小手 请记得 要使用有九龙的大小手益 更是率小小手 手心 手杯 手脏脏脏 手脏脏脏脏 手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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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技术应该够路二十至三十秒 在羊群里,有一只在额头上长有一线黄眉的母羊 虽然它岁数有点大了 但是在今年,还是生下了一只浑身雪白的小羊 好了,我知道你们饿了 不要叫了,我这就带你们去山上吃草 宝贝妈妈,赶快带着你的宝贝跟上啊 晚了的话,新鲜的草可就都被它们给吃完了 小鱼团,你可要好好地跟在你妈妈后面啊 千万不要走丢了 我真是老了,走了这么点路就没有力气了 需要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 你怎么在这里就吃起来了 这些草好吃吗 我们还是去山坡上,吃那些新鲜的嫩草吧 是啊,马上就到山坡了 那儿的草多嫩啊 我先吃点补充一下体力 年纪大了,走不动了 妈妈,这些草好吃吗 味道不怎么样,你就别吃了 一会儿去山坡上,你再吃吧 嗯,好的 这草的味道感觉有点怪怪的 不过吃起来口感还是蛮嫩的 好了,不要在这里吃了 马上就到山坡了 那里的草才好吃呢 只要有吃的 这些羊就能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了 我终于有机会做自己的事情了 妈妈妈妈妈,这边的草好吃啊 妈妈,那边的草也很嫩 宝贝,你别乱跑了 要是走丢了,那可就麻烦了 妈妈,我跑步丢的 那边的草嫩 你和我一起去那里吃吧 你去吧,我就不过去了 你别跑太远了 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这是怎么了 眼睛怎么越来越张不开呢 好困啊 黄眉母羊哪里能够想到 她在路边吃的那些草 很有毒素 当她一觉醒来的时候 视线变得模糊了起来 哪怕是身边的东西也看不清楚 好了,该回家了 大家快跟上 怎么回事 我的眼睛是怎么了 眼睛怎么越来越看不清呢 宝贝,你今天吃饱了吗 来,到妈妈这里来 你看清楚啊 我不是你的孩子 啊,那我的孩子呢 你们谁看到我的孩子了 我没有看到 是啊 回来的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你的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你在哪里啊 那只黄眉母羊 今天就是怎么了 怎么一直叫个不停啊 阿静 小御团呢 黄眉母羊的孩子 小御团去哪里了 哎呀 小御团走丢了 这下要怎么办啊 妈妈 我们快去山上找找它吧 天色太晚了 天黑后 贸然上山 可是很危险的 等明天天亮以后 我们再去找吧 嗯 好的 明天再找了 发现丢了孩子的羊妈妈 在羊圈里发出一声声七楚的叫声 你看这是什么 来舔一下尝尝 羊特别喜欢舔食盐巴 盐巴能够让他们安心 可是他现在怎么对盐巴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你不要太伤心了 我知道你在挂面着你的孩子 我答应你 等到明天天亮了 我就去找你的孩子 妈妈 他实在是太可怜了 是啊 他实在是太伤心了 可是今天没有办法 往日 母羊失去了羊羔 我会给他一些盐巴吃 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可是这只黄眉母羊 有了年纪 很难安抚 实在没有办法来分散他的痛苦了 妈妈 明天我们一定要早点出去找小羽团 让他们母子早点在一起 嗯 明天天一亮 我们就去找小羊 第二天天刚亮 母亲就起床 准备上山去寻找小羊 你不要太着急了 我这就去找你的孩子 你是想和我一起上山 去找你的孩子吗 好吧 你就跟我一起走吧 妈妈 妈妈 你在家吗 原来妈妈 已经带着他 去找小羊了 我也要去帮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好像是吃了毒草 难怪他会丢掉自己的孩子 还不知道 吃了毒草的羊 眼睛会看不清的 他究竟是在哪里吃到的毒草啊 你还行吗 要不你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自己去帮你找孩子好了 啊 你还是这么坚强的要亲自去寻找 好吧 那我们就一同去找小羊团 这样你也比较放心的 小羊团 你在哪里啊 小羊团 快出来吧 你妈妈都快急死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小羊团 你怎么跑到这里呢 可把我们吓坏了 走 我带你去找你妈妈去 她想你都快想疯了 然而 此时黄眉母羊已经虚弱不堪 她突然朝路边的草丛那里走去 然后对着那草丛绕来绕去 你在做什么呀 你是饿了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啊 你是饿了吗 毒草 这些是毒草 我明白了 你这是在告诉我 这些草不能吃 是吗 有我们看着 羊群是不会吃这些毒草的 可是 如果走丢的小羽团 误吃了这些毒草 可怎么办啊 对啊 如果我的孩子吃了这些毒草 可就糟了 不行 我不能让这些毒草 被我的孩子吃到的 你干嘛呀 你疯了吗 吃这么多毒草 可是会要了你的命的 我要把这些毒草 全吃干净 绝不能让我的孩子 看到吃到的 不行 你不能再吃了 继续吃下去 你会生病死掉的 就在这个时候 阿静抱着小羽团 远远地走了过来 他怀里的小羽团 见到妈妈后 咩咩地叫着 虚弱的黄眉母羊 听到小羽团的叫声后 一下子精神来了 他朝着小羽团奔去 妈妈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好想你呀 是我的孩子 没错 是我的孩子 我孩子回来了 妈妈 你和我再也不乱跑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啊 小羽团对着母亲 不停地叫着 可是 母羊却已经将眼睛 永远地闭上了 小羽团 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泪水 哗哗哗地流着 发出一阵阵 悲伤的叫声 妈妈 母羊太伟大了 天下父母心 不仅仅是人类 有爱子之心 即使是动物 遇到自己的孩子 有困难 或者生命危险的时候 仍是愿意牺牲自己 来保护自己的小孩 平安健康的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舊上长长长 生命电视